印象中杜若曦是一个有颜有身材的大美女,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天生丽质的气质美女,却因为怀孕的缘故,让大家对她有了并一番认识。 原来女性也会有颜值跌入低谷的时候,像杜若曦这样的例子,那是女性中鲜少的例子,运气真的接地气倒比普通人还普通,杜若曦运气不容易,不但胖太多还变丑了,长斑肠黑色素还浮肿,在PS的情况下,拍运气的照片,只会觉得她胖了肉肉的很可爱,预孕前就是觉得她只是胖了而已。 可是在接近育产期的时候,由于身体负荷太穷整个人就好累,几乎孕妇有的症状她都出现了,她就懒得化妆,加上图片没有处理,她整个人就变得非常憔悴,脸色灰暗偏狂,全身圆润,与新郁的美美度若曦相差太大让人不感认。 从她的孕妻来看,很多孕妇总算找到了些安慰,原来女性孕妻不全是瘦瘦漂亮度过,老公严厉宽衣在度若西产后发表了她孕妻的遭受的一切,可见得她的孕妻真的是不容易, 为了孩子忍受变胖变丑,但这一切为了女儿她说都觉得,妈妈真的是伟大,由于女儿太大的缘故,遇产期一到她就抛妇产下了小公主,是一个8.7斤的小胖妞,6月20日产完,度若西在快出月子的时候分享了与宝贝女儿的童矿照。 这一次看到她,很多网友都惊讶了,她又变回美女了,一看去年就射回了产前的椎子脸,而这皮肤更是嫩到可以瞎,出水,还本嫩粉嫩。 7月30日,度若西首次正式筛照片,是庆祝她与孩子出月子,并感谢了医院的医生护士,按时间三,她在月子中心待了40天左右,但才40天的时间, 度若西却变回了又瘦又美丽模样,简直就让人惊讶,特别是为什么瘦得那么迅速,她孕前可是胖了50多斤,产后一看顶多110左右,腰线明显,身材很好,那她也告诉了大家瘦身的秘诀。 度若西快速送身的秘诀就是,母乳维尔家没有睡过整夜绝家有个能吃的娃,不知道产妈妈们,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呢? 那说到她的皮肤,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好?一定是月子做得好,一个月没有出去外面,每天进步休息,还有较好的产后恢复其饮食方案,保持好心情,女人就会恢复得好了。 女人月子第一,一定要做好,产妇看了她这番话,一定会受用。 你们觉得度若西运气愿后变化是不是很大呢? 免责猙獰,文中图片也用字网络,如有亲权请人息删除。